为什么会选这样的一个工作 其实还蛮让人觉得 羡慕和喜欢的那种 我觉得在路边唱歌比较有 比较自由 而且很落魄的感觉 很什么的感觉 很落魄 比较喜欢街头流浪歌手的那种感觉 他是喜欢这个劲儿 对 这个我接触过一些街头艺人 他可以参加那种殿堂级的节目 无论光芒多么耀眼 最后完事之后 他还回到街头 他享受这种生活 对 你也是这样 我也是这种感觉 虽然说我不是大师 但是我喜欢这种感觉 那你最后又说了一句 你想开万人演唱会 梦想 彭瑞 男嘉宾你好 你刚下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眼熟 然后你说 你说你去唱歌的 我就突然想起来 好像之前有在弘扬广场 对 是我 很多人围着看 而且唱得特别好听 我只能在很远的地方 因为挤不到前面 这么多人吗 应该比现场人多一点 很多人很热闹的 谢谢 给我们唱一首吗 行 这首歌叫做《墨河舞厅》 我听过这首歌 来 很专业也很好听 这个故事也很感人 是的 陈平要不要把这个故事简单说一下 歌手刘爽到四面八方采风 然后去到了墨河 到一个舞厅里跳舞 看到一个老人总是一个人跳 他就很好奇 就跟他聊 然后老人提到了说 妻子在很多年前 80年代的时候的一场火灾当中 丧生了 他之前最喜欢就是跟他的妻子 到这个舞厅里来跳 后来有这么长的时间 二三十年的时间里 他还是会每天来到舞厅里 一个人假想他的王妻 在他的对面挽着他的腰 然后伴着音乐体舞 刘爽了解了这个故事之后 当天晚上就丝如泉涌 然后就写下了这首作品 这个故事还有后续 就是这首歌在去年 突然一下就爆红 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这首歌火了之后 很多人蜂拥而至去了这个舞厅 去看 去拍 要去认识这个老人 当这首歌红了之后 这个老人再也不去跳了 他这一下在我心目中的那种 受感动的程度 一下又到了另外一个高度 就是把那种怀念 永远就封存在 但只有自己的空间里 这是更让人尊敬的一种姿态 带给我们的那种触动会更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